我們來到了桃園的內力這邊 發現了一家玻璃扇 超大間的 我們來繼續看看裡面有什麼好玩的吧 之前我們有買過那個氣球的青蛙 一隻好像如果你淘寶買的話 大概台幣二十幾塊 真的很大 我跟你講這裡真的超適合辦那個見面會的 撥一下 爪子有點歪 所以要算一下爪子歪的距離 撥一下 撥錯邊啊 所以要再後退一點 他爪子會轉彎 對沒錯 站起來了 其實這個籃球不是四伯低不是高級的 那種塑膠感會很重 按照剛剛那樣子 所以要再過來一點 然後過來 起來了 好可惜喔 他這邊是屬於舊型的機台 滿有趣的 差一點我來 再一次 為什麼要這樣子甩 算了不要了 你要夾那個 對他好像少得到 還有十秒 少得到 你要甩 對 好你現在要夾下來了 時間不夠 夾上面的嗎 對 水出邊了 沒把它疊上去了 又遇上來了 好 這個打得到夾不到 4 3 2 1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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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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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喔!有一個了!不錯了! 可是好像是米果喔! Halokiki的米果 所以要抓前面 再一次 他叫你說要夾瓶蓋喔? 夾瓶蓋 但他的爪子蠻歪的,你要小心 太接近了 他很近 這樣你就只能夾 沒有耶!我才剛投耶! 夾夾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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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惜喔! 氣球的很好夾 其他的真的要有一點技巧 大概就這樣 最後說什麼!謝謝大家! 掰掰!